五二零预演 今天涌进好多民众共襄盛举空中还出现了直升机高挂国旗 很感人耶 中华民国旗帜高挂空中 准总统赖清德以及准副总统萧美琴就要正式就任 最后一次的宙旨典礼预演已经分为满点 首先登场的是国军乐仪队 整齐划一的动作搭上节奏 每一个节拍都振奋人心 也出现最熟悉的声音 我能够领导这个国家 是我必须最大的武器 我一定会留下一个更好的国家给你们 巨大头影幕左方出现总统蔡英文 只剩八年来的种种画面 右方则是赖清德 也象征双方交接 感动完了赶紧来看精彩表演 台湾戏曲学院的演出秀出绝技 直接将人变成跳绳 引起现场惊呼声连连 而体育大学的演出更结合原住民舞蹈 力道十足的 跆拳道 轻快舞姿 还有四位职棒传奇投手当场开头 比喻台湾的百工百业 现场虽然飘起小雨 人潮还是越来越多 许多民众无奈520要上班 赶紧趁最后预演来感受气氛 九天的那个吧 九天跟那个民俗的 他们的表演 不会 你要上班 预言就已经挤满人潮 台湾总统民选后第五位总统的就职典礼 各界纷纷共享盛聚 记者无权军林汉庭台北 双方报道